讲修行 落实生活 讲佛法 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166 迷雾之间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前念谜即凡夫 后念悟即佛 前念浊静即烦恼 后念离静即菩提 你若是前念处于执着的状态 执着就是迷 你即是凡夫 所以开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你只要放下执着就好了 其实这个世间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执着的 你所有的执着都能够解决 都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天下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属于正常 不管是好事也好 坏事也好 病痛也好 健康也好 种种皆是因缘所生的 你没有智慧 亦是因缘所生 因为你有妄想执着 你生起智慧 就是因为你妄想执着的因缘消失了 你只要于后念生起觉醒 悟明这个道理 你就能够处于平常心的状态 你当下即是佛 佛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 一个完全不执着的人就是佛 就像我们为君子 小人 贤人和圣人下定义 你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人家就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如果前念执着一个境界 即会起烦恼 但是你若能够于后念出离 不再执着那个境界 你的智慧就会升起 即是菩提 迷在着境生灭起 而物则在离境无生灭 凡夫与佛的差别 就在于迷雾之间 即一念之间 你不要一直认为 你过去怎么样 你的好 你过去的丰功伪迹 我不想听 你的不好 你过去做间饭科 我也不想听 过去都已经过去了 你只需把握当下 就是把握当前的这一念 你只要能够一念进去 那真的是不得了 这么一念就足以让你触碰到 你就会发现 原来不执着才是人世间最快乐的一件事 比如你口袋揣着钱 你当然要把钱放好 可是万一哪一天不小心把钱丢掉了 反正别人捡到也会把它花掉 并没有什么损失可言 那一个人会捡到 就是因为你跟他有姻缘 你却情愿赚很多钱 去拿给医生花 因为你拼命赚钱 赚到生病 如果世间的人 彼此都能明白不执着的道理 世界就大不同了 你觉得你的孩子很难教 因为他不愿意听你的话 你要你的孩子听你的话 你也应该听孩子的话 这样才公平呀 只要你愿意听你孩子的话 他一定愿意听你的话 你觉得老板很难当 因为员工都不顺从你 只要你能够顺从你的员工 他们就会顺从你 你认为别人都不肯让你管 只要你甘心让别人管 他们也就会让你管 明白了这些概念 你会觉得 人生就犹如白云流水 一点障碍也没有 这时候 你跟任何人在一起 都能够皆大欢喜 这个概念 其实并不需要高深的 般若智慧 但是能够做到的人 少之又少 不是谁要听谁的话的问题 所以 你要打破你的概念 不要执着 文后思维 你能觉察到 你所执着的都是 因缘所生的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